我要回TVBS 可是这个东西南北 我到底该往哪 打开电图 这边有个扩增实境的功能 点一下 就不怕迷失方向 在原地转的一圈 常常还是不知道该往哪 是迷路日常 不过苹果地图大改版 使用APP步行导航 多了扩增实境 取杰手机扫描周围建筑物 就会出现以现实环境为背景 显示出前进方向 通过这个红绿灯 然后右转 即没听错 导航说的是这个红绿灯 不是几百公尺后要右转 还有出发前不确定环境 环视功能让国粉等了三年 采用高解析度3D摄影技术 提供互动式接警 跟上Google Map的接警模式 他刚刚是讲过红绿灯右转 在前方停止标志 右转进入敦化南路 一段100向 然后右转 向右转 然后您将抵达您的目的地 或是车辆转弯 进入高价前 车道指引 直接划在上头 减少驾驶人捕萨萨 也能透过AI 回报前方事故 或是跟亲友分享 抵达时间安全回家 不过两大导航比一比 Google Map在行程 具体上会算进 道路塞车状况 店家评论 大数据也收集的比较多 Apple地图 则是多了侦测测速 离间地图 跟上Google 还会自动更新 导航到停车场 跟Google一样 可以记录 不过Apple升级 可以自动帮你记 苹果的缺点就是 因为它的电加速 加进来的速度 没有像Google地图 这么的快 然后呢 所以有时候 你再查一些 电加资讯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它可能要么都是全英文 像是电加资讯 官网连接 甚至定位也OK 导航App帮助驾驶人 或是行人 找到正确方向 有人用习惯 或是想尝心 苹果 Google 各有所好 TVBS说 你要拿你的一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